史兰儿蒲种昨天枪声大作 独行侠劫匪把目标瞄准了借款车 枪牵的手法心狠手辣 直接开枪射击 导致保安员一死一伤 警方一个小时后 火速将嫌犯逮捕归案 事发地点位于蒲种 伯利玛一间银行前面 书邦在野警区主任卡利透露 释放当时 也就是昨天傍晚6点左右 借款车停在银行的前方 两名保安员准备搬运现金 埋伏在旁的歹徒 二话不说就开枪 其中一人重担身亡 而嫌犯开枪后逃之夭夭 警方在案发一个小时后 在沙亚南逮捕了嫌犯 对方是一名30多岁的本地男子 初步调查显示他独自干案 案件还在调查当中